镜头来到汐止 汐止西湾路靠近拱北殿的这个路段 沿路中了不少的金路滑 美化环境 不过因为附近都没有水源 长期以来都是里长开车载水来浇花 因为范围不小 有时候一载就是要十几趟的时间 真的是很麻烦 在接获成型之后 15号这天下午 市议员周亚林服务处人员就邀请了各相关单位来到现场会刊 也要求要设置简易的自来水 西湾路靠近拱北殿的路口处 只见堤防边沿途都做了绿美化 只是一眼望去 这么一场排的花花草草 看起来美 但是浇水却成了大问题 因为附近没有水源 里长只得自己开车载水来浇花 往往一次就要十几趟 那现在浇水我们都是 我大概一个礼拜两天 就是用我自己的车子 然后载大概要十几趟 十几趟 从有水源的地方载过来浇水 这样子 这个地方绿美化非常广 那都辛苦里长用摩托车带水 来浇我们路边的一些树木花 那我们今天里长给我们建议 希望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水龙头 因为这里也算是轰内里的路口门面 所以在道路边是进行指摘绿美化 但是没有水夏天更苦 浇水的次数要更频繁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15号下午医院抓领服务处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希望能够设置检疫自来水 做了一些绿美化 也种了一些花草 那这边用水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些相关单位 来这边看有没有办法帮我们 施作一个检疫的自来水 来维护这些花草 希望在这边加一个管线 我们设置一个水龙头 让我们将来里长这个浇花浇水 绿美化比较方便 会刊的结论 大概评估自来水评估大概工程会大概五六万 然后由工所经兼客编列来做 因为中间就有水管会刊之浩江交由工所来施作 把水管接过来设置水龙头解决浇水问题 就从慧琳西纸采访报道